资金维网引人文版 大家好我是飞龙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手法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理解的一个根据龙虎榜机构席位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龙虎榜超级机构席位的一个战法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方法 龙虎榜基础的什么有油资席位机构席位的基础的 我就不讲了 首先讲一下这个机构席位 机构席位的一个特点是吗 它和油资不一样 油资是超短线今天买明天买 机构呢可能人家不一样 人家的股票要经过这种研究员 行业研究员或者其他的各个维度的一个研究 人家选出来的票呢质量是比较高的 另外一个是吗 人家的持股时间呢 相对来说不会像油资 哪怕再有名的油资 你今天龙虎榜看到他买了 明天他又卖了 你也跟不上 那么机构这一块呢 他的持股时间呢比较长一点 第三点呢 像油资的情况下 一看趋势不对 或者说跌破支撑了 形态走坏了 直接就跑了 机构的情况下 可能有时候也会有相关的一个护盘 这是整体针对机构的几个简介 那么由于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如果我们在龙虎榜上面看到 因为他的一个席位叫机构专用 如果看到机构专用呢 我们根据他的特点呢 也可以寻找到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么直接这么说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我们直接以一只股票 来给大家做一个案例的一个分享吧 比如说以这支票 好业护理对不对 其他项目都说我们先看 第一个你既然是龙虎榜 抄底机构的一个账法 你肯定要看有没有机构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票 比如说9月22日 这个是4家机构大买了 下一块大概是5.4个亿 你想一下 这个股票本身的一个流通市值 49亿 一下子就买了5.4个亿 占整个流通盘的一个10%了 这说明什么 两个字呗 看好呗 不看好能买这么多吗 不看好能这么多机构买吗 这是9月22号 第一次4家机构大买5.4亿 另外这是只是第一步啊 谁都能看到机构买了 我们还要看一下什么 你机构 结合这一天的一个分时走势 以及相关的量价 你这个可以用一下这个超级盘口的一个功能 你用完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机构根据这个走势 它的一个成本价格大概是多高 那么我之前算过 大概是在170到174 这个是机构第一次买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区间 敲开板 记住这个重点后面有用 这个是第一次买 第二次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龙虎 龙虎是9月22号买了 然后的话这三日的没什么参考意义 这个是9月30号 9月30号呢 又买了 你看这个是买了两家机构 买了这个7500万 这27万差不多是一个亿左右 对不对 再结合这一天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走势呢 应该是下跌超低买的 因为机构并不是单纯的这种追涨打板的 整个估计大概也就在180附近 对不对 又前面买了5.4个亿 这个又买了一个亿 总共是6.4个亿了 这是第二次龙虎吗 然后第三次呢 我们又看昨天的一个龙虎吗 昨天龙虎吗 又不一样了 之前是四家买 然后后面又是两家买 昨天的情况下呢 在这个10月15号又有三家机构买 总共加一块是9家机构买 这个票肯定是多家机构同时看好 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机构买 这个是又买了1.4亿嘛 前面是多少 6.4亿 一下子买了7.8个亿 接近8个亿 这个股票流动的市值才50亿 相当于差不多整个机构买了2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测算一下 他这一天根据这天的走势 买的他的一个成本线大概是在多少呢 在180附近嘛 根据这个走势 然后具体的影响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我前面是做过相关的一个统计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根据这支票 以及龙虎帮显露的一个信息 我们做一个简介 第一个是看好 9家机构 接近这个8个亿的投入 8个亿相较于50亿的盘子 绝对是一个重仓这种投入了 第二个总体的成本线呢 是在180附近 OK 那么我们抄底机构盘的一个思路是吗 机构人家看好买的比较多 这就相当于打名牌了呗 对不对 我知道你买了多少 我还知道你的一个成本价是多少多少 那么OK 我们按照的一个思路 如果外围市场下跌 出现这样的机会呢 个股出现被动式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是抄机构的底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机会 抄机构的底的一个思路 这就是按照抄底机构盘的一个思路 另外你想一下机构本身在买入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什么 机构 比如说有这种什么行业首席啊 或者说研究员啊 对不对 明星基金经理啊 人家前期调研了这么多 调研了这么多 投入了这么多 全部反映在龙虎网上面显示 买了多少多少 我们直接什么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顺风车的思路吗 也不需要研究这么多研究报告 你直接在这个龙虎网上面就能看到了 看到之后呢 根据他们的成本价 以及后期市场的一个走势结合呢 尽量的去做到去抄他们底的一个思路 这个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整体的一个龙虎网抄底机构战法 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一个池塘量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成本价呢 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分享 另外这样的机会呢 我刚才看的这一个好业护理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票 另外我们也梳理了什么机构龙虎网的一个五小龙 主要的是从机构资金量 就是说机构买了多少 当然正常来说是买的越多越好 买的越多投入的越多 说明越看好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看好这支票等等 你要看资金量投入大 资金投入的越大肯定是越看好的 对不对 第二个你看完这个呢 要结合量价分析 你看说他的成本是在多少 如果比如说机构的一个成本是10块 现在都涨到20了 你看了也没用啊 因为人家已经翻倍了 整不好随时就可以这种卖出 第三个呢 你要结合这种行业地位 因为机构买票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塞道概念嘛 就相当于我们看的这个好业护理这个 本身是一个行业的比较稀缺适应率呢 可能也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在行业地位呢 这一块呢 也会有一个相关的分享 那么从这个机构资金量 以及机构成本 以及行业地位这块呢 我们团队选了一个机构龙虎榜的 一个五小龙 需要的朋友对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私信三个五零取下 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龙马抄底机构的这个思路呢 总体来说是根据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思路 希望对大家呢 投资能够有帮助 好 我们下期再见